奥特曼还会坑自己的人间体 这事真发生过不少呢 比如说下面这五个就被奥特曼坑过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受了重伤 还有一个失去了变身能力 TOP1 科特队员 早田 要说起来还真是有意思 当年初代奥特曼追着百姆拉来到地球 科特队员早田开着飞机奉命前去查看 可是没想到自己却被一个红色的火球给撞到了 而这个红色的球体正是初代奥特曼 眼看着一个无辜的人类被自己撞死了 初代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然后他决定还是留在地球吧 复生早田还能救活他 TOP2 光太郎 当年被怪兽打败后 人间体瘫卧在床好几天 另外泰鲁奥特曼脑袋被怪兽砍掉的时候 如果没有获得神助的话 恐怕光太郎再也活不过来了 Mouse的情况还有很多 TOP3 金石准 作为Nexus奥特曼第一个人间体 他能够使用变身器召唤飞行器 不过每次变身打怪兽都吃亏 回来后肯定体力不支 更尴尬的是 后来因为身份暴露 金石准被人类抓住做实验去了 然后就这样失去了辨识能力 其实他还有过几个人间体呢 哪一个没有吃过亏 TOP4 飞鸟线 作为一个普通人类的飞鸟线 与戴娜·奥特曼合体 本来是一击打怪兽保护地球的吧 可是既然合体了 奥特曼受伤死亡人间体也跑不了 在电视剧中 戴娜带着飞鸟消失在黑洞里 而在赛加奥特曼里 戴娜变中识相 飞鸟线也回不来了 就这样消失了一次又一次 也是折腾得够呛 另外还有贝利亚的人间体 虽然长得非常漂亮 后来还是被老黑抛弃了 高斯多次被打得与人间体分离 武将哭得跟个小孩似的 还是没有人间体的奥特曼好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